接下来要谈免疫后面的作用 这部分的话,淋巴系统跟一些血球有参与重要的免疫反应 所以先看淋巴系统 淋巴在投入淋巴系统的构造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就是初级淋巴构造 初级淋巴构造 这两个层级的主要的切割是 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初级淋巴构造和次级淋巴构造 这两个层级的主要的切割是这样子 就是制造出那个淋巴球的这个构造或器官 我们就定义为初级 然后淋巴球所执行免疫的唱作 那我就把它称制为叫次级 所以初级里面所有的血球的共同来源是骨髓 所以骨髓列为 骨髓就列为初级淋巴构造 那 棉疫方面的细胞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T细胞 T细胞它在整个分化成熟的过程当中 它只能在骨髓完成前半段 后半段的分化成熟 它要从骨髓转移出来 进入到那个心脏上半 然后在主动脉抗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叫做胸腺 那这个是针对T细胞而来的 所以胸腺因为参与T细胞的成熟分化 所以也被列为初级淋巴构造 所以初级淋巴构造比较单纯 就是跟血球的发育有关系 那次级淋巴构造里面的话 几个会比较特别拿出外盘的 比如说像0.8筋 0.8管线上面像过滤器的东西 然后另外呢 脾胀本身 它在心鲜管的部分跟0.8的部分都有参与 然后它本身不是0.8筋 它在作用上面可能像0.8筋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扁桃线这种 通常是执行免疫反应的这些场所 通常是执行免疫反应的这些场所 那也可以把这个0.8管线把它加进来 那0.8系统就整个T异循环来说的话 我们以前有提过 如果你现在从心脏的观点来看的话 它在输出 心脏输出血液回收血液之间 就会吃很多浈出 它就会吃了 它就会吃了 它就会看着去 浪漫煮中 它再干净 它就会干净 整個巨幻系統完成的架構當中 流動的議題當然看似它是在封閉的管線內 從心臟出發走動脈然後進入微血管網 然後接下來從境外收集回到心臟 可是因為協議當中它在微血管這個地方所面臨的是 微血管的管壁只有一層氣膏 然後小動脈跟小境脈之間會有明顯的壓力差 所以在管壁薄然後壓力的落差比較明顯的情況之下 部分的血量成分會流失出來 那不會流失 滲出 多的血量會滲出 那滲出的第一時間它其實會先來到 微血管外面組織細胞 組織細胞跟血管之間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時候就成為了所謂的組織液 所以我們從這個觀點來去看那個 靈發管線的設計的話呢 組織液當然可以作為 組織液當然可以作為細胞交換物質的需求 所以細胞可以從組織液當中拿走它要的這些水分 眼淚然後有用的有機物 然後再把它不要的這些單線配物置入到組織液裡面去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有一個東西它要走 往回的路回到血液是比較可行的 就像二氧化碳 因為二氧化碳只利用濃度的條件 所以當組織細胞因為二氧化碳 產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時候 這個微血管外的環境呢 二氧化碳的分量會比較高 對不對 然後所以微血管內如果二氧化碳的分量比較低 這時候二氧化碳擴散是可以回來的 可是對於其他的水分 濃油水分的這些岩淚 還有很多的組其他有機物的成分來說 因為既然當初是因為壓力跟管閉的特性 讓血漿會滲出 所以其他的可溶性的物質 你要讓它直接走這條路回去其實是有困難的 那氣體只是擴散 所以相對會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我們把微血管往這個地方的損失 血漿的損失 視為是一個必然化 那你就要有一套回收的管線 所以淋巴管線基本上就可以貫演這個角色 就是做回收 所以通常在微血管往的附近 會伴隨著淋巴管線當中 那個管壁最薄的 我們稱為叫做微靈管 然後微靈管可以去幫忙回收組織液 好 那微靈管基本上這個起點的部分 它是蠻管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呢 微靈管要匯集到比較大一點的淋巴管 然後最後匯集到最大型的淋巴管 稱之為淋巴中管 然後淋巴中管之後會接上靜脈 然後接的地方是鎖乎下靜脈 鎖乎下靜脈會再走上下回到心臟 所以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的話 當初微血管的損失 就有一個回收的管道 所以從這個部分來去看那個管線 淋巴管線的設計 就比較知道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走 所以從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所謂的循環系統 應該要保滑心血管的部分 因為你現在講系統 所以其實這兩個看似兩套管線 其實它們是有關聯系的 好 所以進入到那個淋巴管線裡面流動的液體 通常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叫做淋巴 別講淋巴一也沒有錯 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減成為淋巴了 但它是蠻壞的 好 然後另外在構造上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剛剛提到的 四級淋巴構造裡面它的設計是這樣子 每次當淋巴流動的時候 我就在管線勢章的地方安排淋巴結 所以淋巴結是出現在淋巴 比較大型的淋巴的管線上面 然後它可以執行一些防禦的工作 然後它怎麼做 我們都要看它的構造的細節 所以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整個淋巴管線當中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 它可以參與那個組織裡面的維修 或者是建立整個完整的體育循環 所以看那個377頁的部分文字 就是淋巴構造的部分 我們就分初級跟次級來討論 然後初級的部分 所以淋巴管線這個部分的話 看兩張圖 先看第一個379頁這地方 因為現在它要幫忙回收那個組織液 所以淋巴總管它總共有兩條 就是左淋巴總管跟右淋巴總管 然後379頁的上排中間這個圖 那個胸管 胸管其實就是左淋巴總管 因為它會通過胸線附近 所以我們一般都直接稱為胸管 就不再用那個左淋巴總管這個詞了 這樣OK齁 好 那所以你從它的管的範圍來看的話 就會發現它的管的範圍的差別 就是如果我們把身體切割一下的話 我們的頭部然後到胸腔 一半 這個範圍都歸右淋巴總管管 所以右淋巴總管大概光著身體的四人子體的區域 然後左淋巴總管呢 就管你身體的這邊 左淋巴總管就管你身體的左側 包括橫格以下的部分 都歸左邊管 所以左邊管的區域有沒有 左邊管的區域就比較大 然後所以到時候那個 它下面特別去畫一個器官出來 就是那個小腸 所以小腸當時候不是把那個 脂溶性的養分送到乳米管 那我們那時候不是有提到乳米管 其實就是分布在消化道上面的那種 協助消化系統運輸脂溶性養分的那種微靈管 所以乳米管其實就是微靈管 但是放在消化系統那個地方 尤其是小腸那個地方 特別被稱為叫做乳米管 因為脂溶性的養分 後來經過小腸的絨毛傷體細胞 被處理成乳米 然後進入了微靈管 然後所以以乳米的形式運送 所以後來那些脂溶性的養分到底走哪邊 你看這個路就很明顯的 後來那離開那個小腸之後呢 就走胸管 然後胸管一路往上之後呢 就到了左鎖骨下靜脈 然後左鎖骨下靜脈呢 往後會接上腸靜脈 所以脂溶性的養分是走上腸靜脈 回到那個右心房的 所以如果是水溶性養分呢 水溶性養分不是走 肝門靜脈 有沒有 離開了小腸的微血管之後 走肝門靜脈 然後進入肝臟 然後透過肝臟處理完葡萄糖的濃度 對不對 然後很多的胺基酸被肝臟拿去合成血漿蛋白 然後之後離開 那離開就走肝靜脈 對不對 因為血液離開肝臟 所以離開肝臟的時候就走肝靜脈 那肝臟在心臟下方 所以離開肝靜脈之後 他就去接下腸靜脈 所以水溶性養分是走下腸靜脈回到右心房 所以這個設計其實還滿有趣的 就是水溶性養分跟脂溶性養分 他在吸收的這個過程跟運送的過程 一開始其實是分流的 所以等到那個分胎處理完 尤其是肝臟處理完之後 等到回到心臟的時候 這兩種組成的養分再混合 等到下一次體訓完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一起輸出 好 那這是管的區域 那如果看那個細節的話 就是378A這個地方 我們全球大部分的部位 基本上都會有淋巴管的這個分布 因為它是體液回收的一個重要環節 所以沒有它的分布當然也很奇怪 好 然後神經系統的比較特別 包括血液也是一樣 所以假設不考慮神經系統的話 那378A這一檔埔 大概已經可以粗略的顯示出 比較大一點的這個淋巴管的分布狀態 那因為管線上面還要設計淋巴結這個構造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淋巴結到底長什麼樣子 有兩張圖都可以看 378、379都有那個淋巴結的剖面圖 它是一個特地形的構造 當淋巴管線接進來的時候 它在淋巴結內會進入一個比較複雜的迷路 就是裡面有很複雜的迷宮狀的這個路線 然後所以淋巴進到淋巴結之後 它的流速會明顯減慢 然後接下來那你再去看 378A那張圖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有一點要凸顯出 它在淋巴結內會有一群一群的細胞 其實就是白血球 你看看 淋巴結之內它會安放著特定種類的這個白血球 比如說巨石細胞 比如說B細胞 那這些細胞通常會在淋巴結的構造面 就形成小群體的聚集的現象 然後所以等到淋巴一進來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現在流速減緩 所以可以提供這些白血球 趕快檢查一下在淋巴當中 有沒有摻雜著病原體 或者是特定的探院 這樣不太好 所以它我們一般形容淋巴結它的功能 當然你可以很隆同的講說 它是執行防禦的重要場所 它如果你要用一個方式講的話 有人是把它形容為它可以過濾 那它的過濾基本上不是用那種什麼網子 然後網子那個格子有點小 所以那個比較大的顆粒就過不去的那種過濾 它其實是用篩選的 所以那種過濾方法是生物型的過濾 然後是用檢查的去偵測這個淋巴裡面 有沒有摻雜的一些特定的成分 所以它是生物性的這個過濾的方式 但不管怎麼說淋巴通過淋巴結的時候 它的流速很減緩對不對 所以這種構造基本上 你就不能到處都放 因為過濾很重要 對 過濾是很重要 但如果你在管線上面放了太多的淋巴結的時候 絕對會影響到整個淋巴液的流動 原因是在於 如果你在去看淋巴有一件事情 比靜脈還要嚴重 我們以前講說 你現在血液經過微血管網到靜脈這一頭的時候 其實通常心臟已經放不上很多 就是在推動血液這件事情 靜脈的這一頭主要的動力來源是什麼 只靠肌肉手說 所以連靜脈基本上都會遇到這種事情的 淋巴管線它的起點是微靈管 這地方是死巷子 對不對 所以你又要讓那個液體往這個方向 往回心臟的方向推手的話 它會更困難 所以其實 推動靜脈的這個力量來源 其實也是靜脈完全需要的力量來源 所以肌肉的活動其實 它不只幫助了那個靜脈血液循環的回流 它其實也幫助了這個淋巴管 這樣比較好 所以既然推動液體的流動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現在還增加了這個阻力 就是讓淋巴結的數量太多的話 那不是只會讓那個淋巴的回收更困難 所以這時候折衷之下的結果 就是你現在所看到的這張圖 那我們乾脆就把淋巴結重點式的放 所以現在重點式的放 就是頭部這邊的淋巴一要回流 如果你心臟當目標的話 那頭部這邊的淋巴一回流 一定要經過脖子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 從這個下巴骨這個地方 從塞下 脖子這個附近 這邊會有比較密集的淋巴結 那反正這邊的淋巴一回流 一定要經過這個關卡 所以我們就在重點 回到心臟之前 去密集性的去執行過濾工作 那所以手部這邊的淋巴一回流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那就把那個管 那個淋巴結密集的地方 散布在哪裡呢 就是葉下 因為我們手部這邊很多的血管 其實都是靠下面 都是靠外面 放這邊比較危險 放這邊比較安全 所以大腿這邊也是這樣 大腿內側這地方 這邊如果有受傷 或是這邊有受傷 其實都很可怕 那個如果是傷到動脈的話 那個血是可以用噴的 我們去看戰爭片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 好 然後 所以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從身體收集來的 頭跟四肢看起來 比較單純一點 對不對 頭部的淋巴回流 我們放在那個 從那個腮下 到脖子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手部要回流的時候 放在腋下 因為管線主要是經過這邊 對不對 然後腿部要回流的時候 經過胯下 或屬膝部這個地方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躯幹 躯幹這個發尾基本上 比較分散 可是躯幹這個地方 基本上比較可能 會有入侵來源的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消化系統 病重口入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消化系統 我們也發尾比較密集的淋巴結 所以淋巴結比較密集的部位 就在這幾個地方 其他地方就會比較少 所以以前講說 如果您有一些 像呼吸到有感染的疾病的話 為什麼提升通常會去摸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有一個好處 因為下面是骨頭 所以下面是骨頭 它是硬的支撐 底下是硬的支撐 對 所以如果淋巴結 有感染發生 感染發生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免疫反應 就是發炎 它發炎的時候 那個淋巴結會腫脹 腫脹它的質感就會變得比較硬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這樣摸一摸 就可以摸出來 應該是問題大牌 所以如果你只摸到一顆 可能是偶感 但如果摸到一大牌 都腫脹的現象的話 那應該就是確定有問題了 好 所以有一些檢查 其實我們也可以善用 這種構造上 在感染疾病的時候的轉變 好 所以回到378A上面的淋巴這個詞 其實它就是指淋巴E 大致上來講 沒什麼特別顏色 成分上來說的話 既然它當初經過了兩次 你看 從微血管滲出的時候 血漿又不是所有成分都會跑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裡 成分已經經過一次的精檢 然後 組織液要再去跟組織細胞有交流過 所以 組織液當中的成分 當然一定會有一些好的跟不好的 因為 細胞不要的東西它會丟出來 所以 微靈管再去回收組織液 好 所以這個組織液 大致上它的成分 應該還是會比血漿來得難處 所以它等於是一種 有減化過的血漿 其中 有一種成分 它就不必要 那個凝血蛋白 對不對 血漿裡面三大蛋白質 哪一個 白蛋白 凝血蛋白 跟免疫球蛋白 那你知道把凝血蛋白拿掉 因為白蛋白是穩定那種 這種液體的滲透壓跟PHS 所以白蛋白看來還是要 凝血蛋白不是它的功能 所以凝血蛋白蛋白就可以抽掉 然後接下來就是免疫球蛋白抗體 你看看 因為它執行免疫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會放在這邊 其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有點賺 但有一條就要特別留意 就剛剛講的胸懷 連邦的成分其他的部分 其實真的有點賺 因為它是回收組織液 但就要看它回收到哪一個部位的組織液 所以如果它現在回收的是 來自於小廠這邊的組織液 就會含有比較豐富的質質 大概就是這一條比較好討論 應該是這樣子 OK 那血球的部分的話呢 它也沒有執行明顯 所以這邊不用有血小板 然後它也不幫忙攜帶氧氣外化碳 所以也不用了紅血球 然後所以凝巴裡面呢 有白血球 但不是所有種類的白血球 特定種類的 好 那凝巴姐剛剛已經看過這邊 就不看了齁 就剛剛有提到這個部位 所以最上面那個地方 凝巴循環的動力 基本上呢 氣候的縮縮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幫助 然後再來它跟靜脈一樣 大一點的管線上面呢 會有瓣膜 我們可以利用瓣膜呢 阻止那個凝巴那個離心彈越來越遠 所以像靜脈也是一樣 下腔靜脈 下腔靜脈以下的這些比較大型的靜脈 也會有這個靜脈磅 也是為了阻止這個血液離心彈越來越遠 那號稱這個在靜脈這邊也會有提到這個 就呼吸的時候 胸腔的這個擴張收縮狀態 其實也會對那個淋巴管線 帶來一點吸引的效果 對不對 它裡面的淋巴 帶來一點吸引的效果不同 可是這個效果算好了 好 難做了齁 好 所以把整個淋巴系統 大概概括性看一下的話 379顏 所以第一個 等一下跟這個代表有關的是法律 對不對 但以前在循環系統裡面所談到的 它是循環系統的重要環節 有的它才是有整套的循環系統 然後接下來的是像胸腺這樣的構造 基本上它負責T細胞的分化 最後一階段的成熟 對不對 然後可是像V細胞的話 通常執行防禦的場所就是在淋巴結上面 然後如果這些淋巴結裡面 有事先放了一些像巨石細胞這樣的角色的話 它可以執行過濾跟迫害 然後就消化系統的部分的話 它可以協助那個消化系統運輸值容性的免分 好 所以這大概就是整理前面的相關的單元 好 所以有一個構造基本上就是比較沒有提到的 就是胸腺 胸腺的話這邊沒有細節的圖 所以你只能看參考一下那個379上台的圖 右邊它特別把胸腺抓出來 然後它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就是那個主動案剛從心臟出去的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掛著胸腺的位置 所以它是貼著心臟的上方 然後會在主動案的旁邊 一般你看它這個形狀 我們把它升回到兩頁夠大 肺也是喔 肺因為它也是比較有一點臉平的這種形式 所以肺通常也是叫做肺液肺液 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那肺的話是左二右三 以前說這個小數字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胸腺的話呢 它有兩頁 對稱性的構成的 好 然後它的功能呢 基本上它的內部 其實有一點近似淋巴結 但是它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胸腺自己呢 本身會分泌一些特殊的激素 然後這些激素 會在原始淋巴球 骨髓在造血的時候 骨髓在造血的時候 如果它現在要造的是淋巴球的話 它會在那個原始淋巴球的狀態 就把這個不成熟的血球 從骨髓轉移出來 然後讓它進入胸腺 然後後來的成熟過程 就需要胸腺分泌的激素 來去刺激這個不成熟的淋巴球 然後轉型變成是成熟的淋巴球 所以胸腺才能夠提供這樣的條件 那這就麻煩 因為這個時候就表示T細胞需要成熟 它就需要胸腺 然後無性的是 因為青春期之後 胸腺就開始退化了 所以當我們在成年之後 對於T細胞的製造的能力 就是分化的能力其實是變差的 當然不是一下子歸離 但是是逐步的變差的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器官 就是我們身體的架構 只有在成熟的那個時期 然後這個器官本來是 已經開始退化的階段了 好 那這個就是胸腺的角色 所以雖然它只幫忙製造T細胞 但是因為T細胞在黏液上面很重要 所以還是阿卡特別提出來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通常課本其實大概都會講說 阿卡會刺激T細胞的分化跟成熟 分化就是說 分化的意思還記得嗎? 分化就是說 當有一個細胞被衍生發展製造出來的過程當中 它在形狀功能上面具有無特性 這個現象就要分化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T細胞 對不對? 那起碼製造這個包插性T細胞 它可以執行細胞免疫 這樣子 那事實上 兇獻除了刺激T細胞成熟之外 它還有做一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就是它會去做頻繁 它在刺激T細胞成熟之後 它其實會去篩選一下哪一些T細胞的品質 被問題 它才會放它出來 如果那個T細胞它的辨識能力 就是它不太搞得清楚我們身體的細胞 它碰到的對象有這麼多 然後我們身體的組成的成分有這麼多 然後它認不清楚這個理我非我的情況之下 那這種T細胞其實胸前是會把它打下來的 所以就直接把它自己破壞掉 所以只有部分成熟的T細胞才會從胸前釋放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動作還蠻重要的 那根本是一句話可以把它搞定 為什麼不講 OK 接下來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功能面它近似淋巴結 但它構造上沒有淋巴結的樣子 這是皮膠 皮膠其實只是一個小顆粒 應該只有這麼大一顆 所以就是小雞蛋的大小而已 好 那它會在哪裡呢? 它會在腹腔 那因為腹腔有很多消化系統的器官 對 所以法郎會誤以為說 欸 為什麼講消化系統呢? 我是不會提早皮膠 因為真正跟皮膠比較相關的 其實是循環系統 而不是消化系統 那它跟循環系統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我們把皮膠剖開之後 看它內部的這個組織細胞的安排的話 就會發現它裡面的這個結構構造上面 大概一顏色可以分成兩個區域 就是紅質跟白質 或者叫紅水跟白水 因為是裡面的 所以紅色區域的一群一群的細胞 跟白色區域一群一群的細胞 為什麼會有紅跟白的差別? 對 因為它跟循環系統有關 所以猜也猜得到為什麼會紅? 這個問題 所以顏色比較偏紅色這個區域 就是因為微血管密集 所以讓這個地方的顏色就偏向紅色 那白色的部分就是因為這邊呢 會有比較密集的淋巴管線 所以這邊呢 基本上顏色就會比較淺 應該就是說相對比較淺 其實不是真正的白色 好 所以這個是在皮膠內部的這個構造上面 那這裡面呢 基本上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還記得威脅官網的血液流量的多廣 要怎麼控制 因為我們講過 你不太可能讓你身體所有的威脅官網 同一個時間全部都擁有充足的血液 所以血液是要分配的 所以運動的時候最明顯 運動的時候你的肌肉跟消化系統的血液 會再強行 你看喔 所以你的肌肉活動比較旺盛的時候 血液會大量分配到肌肉 那時候消化系統是會被吸收的 好 所以血液是要分配的 那也就是說 微血管裡面的血液的流量是要控制的 所以控制的關卡設在哪裡 就是進入微血管之前的小動脈的管壁上面 有所謂的 微血管前擴躍機 就是我們提到的擴躍機幾乎都是平滑機 那微血管不可能有平滑機 所以這個就是小動脈的 所以它是由微血管往之前的小動脈的 管壁的收縮跟放鬆的狀態 來決定到有多少血液會進來 這是一般的情況 可是皮障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現在要趁著血液過來進入皮障內部 微血管的時候去檢查一下紅血球 那個使用期限到的 這紅血球還堪不堪用 所以它比一般的微血管還要更要求一件事情 那個血液流速不要太快 那不是只是血液要不要進來溫 它還要讓那個血液在這個微血管的這個 這個斷貨裡面 特意要檢減它的流速 然後讓它有時間去檢查 所以它要設立一道關卡 就是在那個微血管之後 開始兼小靜脈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地方呢 它會有所謂的靜脈痘 寫一心房很喜歡這個意思 這個痘房間 好 好 然後所以 阿爾靜脈痘這種構造呢 落在靜脈的這一頭 做什麼呢 就是如果靜脈呢 這個時候可以適度的縮小管子 那那個微血管的血液要回收的時候 速度就變慢 所以血液從進來到出去呢 它是刻意在那個皮障內 它是被減速的 然後利用這個減速的過程呢 就可以趕快去做那個血液的篩選 然後看看有沒有不堪用的這個紅血球 那皮障會去破壞這些紅血球 那之後的像血紅素的回收就靠這個 血紅素的回收主要是由肝臟來指示 所以因為這個動作的關係 所以就會導致一件事情 因為你現在血液從進來到出去 有一點delay的效果對不對 所以皮障手中 其實手上有不少血 所以我們就把這件事情 當成是皮障好像有一點在雛形 但嚴格來說 這個其實是它因為要去做血液的篩選這個動作 而造成的附帶的效果 是不是真的刻意要去做雛形 這個就很難說了 但看起來應該是 剛剛講那個目的為優先 就是它要去檢查一下 這些紅血球到底是堪用還是不堪用 好 然後這個是它跟這個血液循環這個部分有關係的地方 那如果談它跟08系統有關的地方呢 因為比較內部呢 你看它的微血管這麼密集 因為它要去沖刻的檢查血液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微血管的密度其實還蠻高的 那微血管密度高 你看這兩個的管線設計就會知道很合理了 你微血管的密度高 請問你要回收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有更多的回陰管 OK 所以也就是皮膠裡面為什麼會有白質 其實它們是互相搭配的 好嗎 好 所以當這些08管線分佈的時候呢 這裡面也會被放置了一些 比如說巨失細胞啊 B細胞這種 一般在08系裡面常見的細胞 所以雖然它的構造面來說 它自己本身真的不是08級 你看 可是它在功能面來說的話 以它自己所擁有的08管線來說 還真的蠻像08級的 好 好 那所以一般我們在血液循環這個部分 會去強調說 它可以除血 然後它可以破壞衰老的紅血球 包括血小板也是有含破壞的 然後可是其實它在胎兒時期 曾經有幫忙製造過紅血球 因為胎兒基本上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不成熟的階段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會特殊的工作 包括那個肝臟 在胎兒時期是也會有參與 像這樣的一個做法 然後接下來第下一個 這個年末相關組織的部分 就比較特別的 這個以前的舊的教材 在上一次的那個 上一次的課本的內容裡面 前一個階段裡面 曾經我把這個列進來 就是年末相關組織 那列進來其實本來是合理的 因為第一道防線叫什麼 防禦的第一道層級不是皮膜嗎 那皮膚 如果直接從字面上去背比較快 皮膚跟臉膩 對不對 然後第二道防線又牽涉到像棍石 發炎 對不對 這是第一道 然後接下來第二道防線 吞噬 發炎 我倒要是講到這麼適合發炎 你看 那可是這兩個不是都被歸為 是所謂的先天性 對不對 非專一性的防禦 所以有沒有什麼樣的構造可以直接讓我們看到 其實一二道防線 他們根本就是綁在一起的 其實年末組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看那個380頁的這張圖 這個就是當初那個上一次的課本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有把這個加進來 所以後來這段的內容都被看掉了 就是年末組織上面 其實它有一種很有趣的細胞 就它自己本身呢 嬰兒其他的功能在 可是它又很容易去接觸病菌 就這樣想 雖然它自己本身代表的是一道圍牆 但這道圍牆呢 因為它本來就有其他的功能跟目的在 所以你要讓它100%做到很好的防護 其實有點難 所以它有一種很有趣的是 當它在接觸特定的病菌的時候 它自己不處理 然後呢 它直接把那個病菌能轉移 轉到哪裡 轉到它的下面 讓它刻意直接進到我們的組織細胞當中 你看 所以是把它進來 那放它進來這樣不對啊 怎麼會放那個感染的微生物 直接進到我們的組織細胞當中 這個主要是因為轉一手 我自己處理不來 所以我把你搬進來 搬進來交給誰處理 你看那個下面 連目組織在下面 通常就會放了一些它用代號 那以前就是用代號 我沒辦法 這個就是巨噬細胞 這個就是巨噬細胞 好 Mancorphege 巨噬細胞的意思 所以它是轉一手之後 把它交給誰去處理 交給巨噬細胞 或者是下面有一個已經直接寫出中文的 就是樹 樹狀細胞 改一個字 因為現在已經大部份的人都用這個詞 叫做樹狐細胞 那這是翻譯的問題 英文字沒問題 純粹是翻譯想說困到而已 好 所以它轉移之後呢 就交給巨噬細胞或樹狐細胞 去執行分析作用 看到一、二道防線的合作關係了沒有 所以一跟二我們以前講說 法律大概可以討論上課整 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第三道防線 但嚴格來說 那個只是接觸病原體的順序 聽到了 因為你皮末組織 它位在最表面的地方 所以以接觸病原體的容易程度來講 當然是它會先碰到 對不對 但以防御這件工作來說的話 你真的要完全依賴皮末防線 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其實第二道防線早就等著了 我們已經事先安排好 就是在那個皮末組織這個地方 它本身就帶有執行破壞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剛剛這道防線的下面 事先安排了什麼? 巨噬細胞跟樹土細胞 所以當有感染發生 對不對? 利用皮末組織技巧性的轉移下來 然後開始去做破壞跟侵複 這個是年末相關組織 還滿可惜的 這邊後來是砍掉的 那因為這次只要提一下 不用特別去考到什麼複雜的部分 好 那皮末防線的部分 我們後面再來談 所以接下來真正的困難來了 所以我們協修到底 涵蓋了多少層面的複雜的部分 382也上面等下再來談 標籤